小雪 你要选童话小学还是黑暗小学 我选童话小学 想进童话小学需要一百份诗卷 给你 好的 欢迎进入童话小学 大宝 选童话小学还是黑暗小学 我也选童话小学 把你的诗卷给我看看 合理 疯孩子 不许你进入童话小学 我没去下去了 大宝 你来我们黑暗小学吧 黑暗小学里都是坏孩子 我才不去 谁说的 黑暗小学里都是玩具和零食 还不用考虚写作业 简直就是天堂 我爸妈 你们说我要不要相信爱莎啊 我怎么会骗你呢 好吧 那我就去黑暗小学 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 到我们黑暗小学上学 爱莎 我一定会阻止你的 小美黑暗魔王 快来我们童话小学吧 关心小学姐姐 我没有那么多满分卷子 哼 黑暗小学就没有那么多要求 我看童话小学 就是看不起我们 不是的 童话小学欢迎所有爱莎姓的孩子 大宝不写作业 所以她的卷子才不合格的 好吧 我会去童话小学的 我一定要让黑暗王国 统治童话王国 别 我是坏孩子 我要去黑暗小学 新的 选童话小学还是黑暗小学 我选黑暗小学 小美 选童话小学还是黑暗小学 我选黑暗小学 就这样 金灵仙子 没人会去童话小学的 可恶 如果童话小学的孩子们都是黑暗小学 就会变成坏孩子 这样下去 童话王国就要毁灭了 童话王国就应该被我们黑暗王国管理 你们童话小学还是早点关门好 童话小学才不会关门呢 伙伴们都会选择我们的 我才不相信伙伴们不喜欢玩具和零食 伙伴们 如果你们想来童话小学 就发送依依依 如果想来我的黑暗小学 就发送依依 我都要看看 有多少人会支持童话王国 伙伴们 玩具和零食固然很好 但是努力学习才是对自己最有用的 大家一定要珍惜时间 好好学习 支持我们童话小学啊